封闭事工将继一年多的时来运转 到底何时可以完工开放 是这次花莲市民代表会中 许多代表咨询的议题 花莲市代表会也组成了考察队 到现场了解施工状况 对于目前周边已经完工 唯独大石球转不动的情形 主席李政伟建议 是否可以采取部分验收 在安全无余的情况下 周边设施先行开放 16年前启动的石来运转喷泉广场 重达11吨的花钢石球体 号称全台最大 石头在水柱带动下运转 象征着风生水起 成为了花莲市的地标 不过长年来因为机械故障 石球经常卡住不转 花莲市公所自筹经费千万元 从去年11月开始施工修缮 原本预计今年4月份要完工 但是到现在依然封闭 多位市民代表持续关心 并组成考察团 到现场来视察 对于周边设施都已经完成 唯独大石球还是转不动的情形 世代会主席李正伟表示 是否可采取部分验收 在安全无余的情况之下 周边的设施先行开放 好 我们的石来运转 从去年11月7号开始动工 一直到今天 代表会同仁一同来现场 做市政考察 了解为什么 我们石来运转的工期 拖了这么久 厂商说明因为石来运转 本身的球体无法转动 所以才申报停工 这是代表会同仁一同来关心 期盼我们花链施工所能尽快的 来跟厂商做一个协调 然后就地结案 结案之后呢 另外找经费 然后重新打造我们石来运转 成为花链施的新亮点 施工所表示 承包厂商和设计建造单位 已经积极在寻求石雕 石材业者 还有海外的业者来协助 希望可以克服困难 让石球再度转动 而代表们则认为 又到了跨年和农历新年的观光旅游 希望石来运转能够赶快开放 连结东大门夜市和金三角商圈 让花链的观光形象更加完善美好 借理会幻视报导